王林借助到谷叶末的力量 仅是一声怒吼 便让长尊深受重伤 曾经嚣张无限的拓森 此刻面对王林也彻底没了脾气 书接上回 当王林的神识与长尊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后 他们两人同时开口质问道 你是何人 王林的话语通过古之墓地的意志传出 声音中带着万古的沧桑与嘶哑 让人能够清晰察觉到 这是一个存活了无尽岁月的老怪 黑袍之人率先开口回应道 老夫乃是太古星辰的长尊 不管阁下究竟是谁 还请把古墓之内的修士们放出 老夫必有重险 片刻过后 王林通过古墓意志冷声说道 井中捞月 很不错的神通 长尊听到这番话后心神巨震 他立刻抬手轰出一个巨大掌印 直奔古墓裂缝而去 可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毕竟王林已经与古墓的意志融合 只需心念一动便可以让裂缝快速闭合 若无意外 古墓万年之内都无法再次开启 所有进入古墓的三部大门 更是无法走出 只能生生被困于其中 长尊见裂缝开始闭合 不敢再有丝毫保留 直接运转太初之力加持巨大掌印 使其穿透裂缝 直奔古墓内王林的神石而去 这一掌蕴含着灭世之威 让整个古墓轰然巨震 王林的神石也瞬间倒卷了回去 不过古墓深处残留着 稻谷叶末的神念 绝不会轻易就被摧毁 当这一掌透过裂缝进来的瞬间 在王林所在宫殿的正下方 有一声怒吼轰轰传出 但所有人都无法听到这声怒吼 唯有意识融入古墓的王林 才可以清晰听见 紧接着这声怒吼顺着王林的神石 从他的嘴中爆发了出来 距离最近的拓森再次成为受害者 他全身在这一吼之下 竟然血肉分离 只剩下了森森百祖 要知道这可是无限接近于 九星王族古神的肉身 此刻竟然显得不堪一击 伴随着这声怒吼的疯狂蔓延 九天魔尊的分身瞬间崩溃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至于妖娆女子则是祭出了远古先尊 所赐予的仇代进行抵抗 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大荒上人 尿因道尊 以及九天魔尊的本体皆是肉身破碎 只剩下了原神露出惊恐之色 并飞速后退 想要赶紧离开这座古墓 当那声怒吼冲击到了裂缝入口处时 直接将那巨大掌印轰碎 化为了一片金光 然而一吼之威并未到此结束 竟然直接冲出裂缝 落在了掌尊的身上 掌尊顿时喷出一大口鲜血 双腿上的血肉更是全部爆碎 只剩下了森森白骨 他面带惊恐之色 在痛苦的哀嚎中急速逃离了此地 堂堂一代掌尊 太古星辰中最为神秘的修士 今日竟然如同丧家之犬般的仓皇逃窜 除了这几人之外 白银女子同样遭到了波及 但不知以何种方法保住了肉身 眼下他已经来到了裂缝入口处 可裂缝已经无限接近于闭合 他根本来不及离开古墓 就在白银女子近乎于绝望之际 王林的神石之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先前你帮我一次 那我也帮你一次 白银女子很快就认出了 这道神石属于王林 他震惊地说道一声竟然是你 但紧接着白银女子 便在一股怪力的推动下 瞬间离开了古墓当中 又在片刻过后 王林的神石重新回归到了本体 并且由于他的神石与古墓的意志 进行了融合 作已对他再无任何排斥之力 王林淡然地看着眼前狼狈不堪的拓森 这是将其绝杀的大好时机 若是换成任何人 此刻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可王林并没有那么做 他与拓森皆是身为王祖古神 而王祖古神的尊严不允许他成人之威 王林想要与巅峰时期的拓森真正一战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下一刻 王林以居高灵下的姿态对着拓森说道 你的古神之星多次破碎 尽管不知道你是以何种方法恢复 重新达到八星 但实力终究是大不如从前了 然而拓森却是沉默不语 全力运转古神之力恢复破损的肉身 王林健壮不再理会拓森 反而是将注意力锁定在了自己幼墓内的古魔之星上 但由于王林没有足够的古魔之力 使得古魔之星无法彻底凝聚成形 除非他能够拥有一具古魔分身 若是在其他地方 古魔分身难以寻找 可在这古墓内的宫殿中 却是存有大量古之三族石化的尸体 其中一尊千丈大小的古魔尸体 立刻就被王林选中 并抓到了自己近前 王林观察了片刻后 有些遗憾地自语道 可惜这里没有王祖古魔 这具尸体也仅仅只是存有些许王祖古魔的气息罢了 紧接着王林探出大手按在古魔的尸体上 让幼墓中的魔器顺着右手涌入其中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王林还在不断注视着那正在疗伤的拓森